打这个时候,那个敏捷度不够,一刚开始就会杂练很多, 然后有杂练时候就把拼命拉回来,拉回来,等一下又会,又会又拉回来, 到十几分钟以后,想放松的时候,就会横存,就会睡, 要用什么方法去开发这个敏捷度?请师傅开始。 我们有道法自然的静心方法, 早上有播吗?陆续有播吗? 对,就是用这些方法,你可以选择一种你感觉有效的方法, 能够让你心可以静下来。 心静下来,开发维系的明觉。 走路,一样都在开发定力跟明觉。 静坐,观呼吸,静坐中的动中禅,一样都是协助你培养定力和明觉。 这个明觉的开发有初有细。 所以定力也是一样,你要有定力才能够逐渐的深入去开发维系的明觉。 这个是要练习的,方法已经告诉你们了, 那再来就是要去练习。 练习不光只是在打坐的时候, 你平常走路也是在开发定力跟明觉。 吃饭的时候也是, 所以你要会活用。 静坐中的动中禅, 那不是让你只是在打坐的时候才练习。 那是让你要活用到一切处。 你在动态的时候, 脚在走路, 你都很清楚知道你脚走路的状况。 你每天都有在移动啊, 都有在做什么工作啊, 包括吃饭。 吃饭也是, 都是非常好的修行的机会啊。 开发明觉的机会啊。 所以要会活用。 OK。 所以心不要散乱, 不要散心杂话。 没有必要的, 我们尽量不讲。 一开口要讲, 都是讲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。 对自己成长无疑的, 尽量不要去讲。 不要去浪费生命。 更不要去谈论别人的是是非非。 讲别人的是非, 那个都是在损福报, 造口业, 造恶业。 可是一般人, 真的用太多的生命, 太多的时间, 去讲别人的是非。 然后造很多的口业, 把自己积累下来的福报, 都不断的浪费掉。 为什么生命没办法提升上来? 一边行善, 一边造恶。 所以希望大家要, 会懂得, 色心。 现在在精进用功的时候, 不要在那里散心杂话。 不要到处攀缘。 不要说一有时间, 然后手机就拿出来, 在那里联络东联西看东看西。 现在要一心一意深入去, 体道悟道行道。 你把这个核心学到了, 掌握好了, 其他就好办。 这个核心你没有学到, 你都是在枝柳末节的, 在枝柳末节那边绕了, 所以要先掌握住这个核心。 好。